字幕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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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介紹iOS 13 首先你要到右上角電池這邊往下滑 亮度這邊 按下去 按住 長按 可以調 大小 然後裡面有三個功能可以選 包含其他的也是 像WiFi這邊長按 有六個功能可以選 那之前WiFi就是這樣子開跟關 現在長按會有其他選項 再來這邊剛剛這邊有一個新的 深色模式 深色模式就是它的介面幾乎都是黑色的 第三方APP它是沒有 就是只有 iOS 的介面都是黑色 那那個音量 音量原本都是放在中間 現在音量已經 改在旁邊 不會擋到 螢幕了這樣子設計不錯 然後再來我要講設定裡面的 設定裡面有 設定裡面有 設定裡面有那個 下載的 下載的 這裡面進來 這邊AP 下載它之前 你用那個一般 它都不讓你下載 現在已經改 改成說可以 永遠允許 不用連WiFi就可以下載 如果你 吃到飽你就選這個 電池健康度 你看它電池健康度它會 它有一個 這個最下面這個 它會學習你 充電模式 也就是說它 它怕你電池充外 你看它充到80 它 所以 以你的習慣 慢慢去充著電池 比如說你在 晚上睡覺在充電 可能先充到80 然後 快要起床 前半個小時 再幫你充到100 這樣 類似這種方式在充電 字體 在這邊 字體 你可以安裝一些 你喜歡的字體 App Store那邊有 有字型可以自己去購買 這個 瀏覽器這邊 像瀏覽器這邊 它現在有多 多一個 中間下面的一個箭頭 往上 多一個標示 標示你可以用蠟筆 去做解好 比如說你在 看到這個 喜歡你就 選顏色 看你要什麼顏色 選好之後就看 比如說好康包包 還是哪裡 自己畫 這樣子畫 那這一個是橡皮擦 橡皮擦就把它擦掉 右邊這個是選顏色 自己 自己 畫好之後它這邊有 左上條完成 看你要存到哪裡 存到 雲端啊 或是 Google啊 或是 這邊啊 都可以 不要我讓你取消 取消就好 然後刪除就好 然後存的話 都是PDF 好再來講照片 照片的話 就 照片我 隨便舉例一個 好了 照片這個 右上角有一個編輯 它可以 大概有一點像 修圖軟體 它現在已經 功能也很多 都有 對比啊 亮度啊 這個你們 可以去調整 變成內建了 以前都要下載 修圖軟體 現在它內建在裡面 好再來是講這個 藍牙 藍牙的部分 現在藍牙它可以 之前只能連一台耳機 它可以 現在連兩台 設定 然後 藍牙 藍牙這邊 我現在有兩台 藍牙耳機 然後一個是音響 我把它打開 打開 要看它連線 然後 然後2025 是 藍牙音響 所以我可以 又 聽 耳機 又可以 又可以聽音響 或是你兩個人 想要 聽同一首歌 齁 就可以 一次 開兩台 藍牙耳機 還有那個 西旅 它現在 比較聰明 它會學習 開一個APP 一個地圖 地圖 地圖 現在可以加入常用地址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右下角訂閱 記得按下讚 訂閱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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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